年冠将至 娱乐圈像是捅了喜事窝 接二连三有人结婚 除了马国民汤洛文在苏美岛举办婚礼 许绍雄风光嫁女 吴谦宇世博雄低调订婚外 TVB一位当红女星风光大嫁 豪气程度完全不输汤洛文和吴谦宇 现年29岁的TVB小花何怡婷 日前于巴黎岛结婚 今日终于正式公布婚照 她发文难忘的一天 余生请多多请教 谢谢大家的祝福 一感谢所有抽空出席的亲朋妻友 来到这个海岛见证我们的爱情 为我们的婚礼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相片中见何怡婷带着后冠 她身穿蕾丝婚纱 站在花海前被老公从后环抱 亲吻面颊 非常甜蜜 晚宴时间 现场放有烟花 画面唯美浪漫 何怡婷刚刚接受港媒访问时 坦言正在巴黎岛 与一般兄弟姊妹们出海玩 上周六婚宴后 继续有搞party 当晚大家都喝得相当尽兴 顾之后都需要休息 直至今日才开始在当地游玩 开心一番 问到当晚老公有否喝醉时 伊婷笑说 有呀 她醉了 所以我不可以醉 因为要照顾她 是不是这样动不到房 哈哈 留些少少空间给我们啊 问到几十造人 她说最近有些忙 都不急的 老公都不急 她都不急 伊婷又指 婚礼当晚 自己跟老公都感动落泪 当大家讲诗词 同感谢词时 都忍不住 一边讲一边哭 因为大家都经历了好多事情 本来婚礼之前 一直都好紧张 但整个婚礼过程都好开心 一众闺蜜 蔡嘉欣 陈诗欣 钟情等 一出发到当地 为好友的人生大事做见证 陈诗欣在社交网贴出 穿比基尼在沙滩栏的照片 大晒伸长事业线 并开心留言 第一次去巴厘岛做足准备 去四日 带了八套衣服 四套泳衣 转三次酒店 巴厘岛阳光太好了 蔡嘉欣一贴出 多段泳装短片 还与其他姊妹泼水玩 她开心留言 结完婚 我终于可以晒黑了 12月来的天气超级棒 下午30度左右 有微风 一上水头发和身体 很快就干了 巴厘岛的蓝很美 绝美的悬崖 和层层海浪拍打过去的画面 永远看不腻 还有性价比很高的 休闲度假圣地 印尼菜也太好吃了吧 这边简直是我心目中 最佳的阳光 与海滩式度假天堂 而有份出席婚礼的 TVB高层乐一林 带同长子和柚子到场 并在社交网分享一对新人到香槟的照片 看到何一婷流露出幸福笑容 最近的新人女王真的很好看 里面的演员何一婷也很好看 何一婷1994年2月23日出生于中国香港 中国香港女演员主持人 毕业于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 何一婷出身自基层家庭 为家中独女 早年居于黄大仙区的公共乌村 并曾就读晋信会天虹小学 和佛教孔仙舟纪念中学 她在就读中学时 曾多次在中文科、经济科、历史科测验 及考试中取得学科成绩优异奖 2011-2012学年 一考获中六级年终总成绩第二名 何一婷于2012年 考入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 主修资讯系统学系环球商业系统管理课程 和复修心理学 在学期间修读各科皆表现优异 考取成绩平均基点3.5分以上的顶尖水平 曾获奖学金资助 且赴美国斯坦福大学、英国列斯大学 及中国上海复旦大学做交换生 毕业前并曾到阿里巴巴位于中国杭州的总部实习 2016年7月就考获一级荣誉学士学位 毕业后任职安永会计师事务所金融服务顾问 2017年在母亲鼓励下气高薪后指参选港姐 2017年9月3日 夺得2017香港小姐竞选总决赛亚军 2020年3月30日 参演的首部剧集《机场特警》开播 剧中饰演美女Cole与杨林有感情 7月18日 出席《明爱暖万星2020真人秀》活动 同年参演的 提离毕明初家族剧《大将元》开播 2021年参演电视剧《十月初五的月光》 5月3日 参演电视剧《逆天奇案》首播 2022年参演电视剧《美丽战场》播出 2023年4月10日 主演的时装绿正剧《法言人》在香港翡翠台播出 11月17日 参演的电视剧《新闻女王》播出 虽然圈中美女如云 不过努力上进 不炒作 不败金的女神真的太少 相信通过自身的努力与公司的栽培 何怡婷今后会发展得越来越好 TVB台庆剧《新闻女王》迎进口碑 饰演《新机女主播徐小薇》的何怡婷顺利入围 跟高海宁及江美宜等争女配角讲 对于演技被劈差 将出嫁的何怡婷获准老公提醒 不要为少部分的负贫 忽略了支持自己的人 而她更甜蜜自曝宿嫁原因 因为准老公人品极好 这些是用钱买不到的 不想错过 在《新剧》中 何怡婷饰演患有抑郁症的反骨妹徐小薇 靠不择手段上位 观众对她演技有骂有夸 有凭她不够坏 也有赞她声泪俱下的一分钟独角戏 眼活抑郁病人的痛苦 何怡婷明白角色有苦衷 所以不太能讨好观众 性有另一半安慰 她觉得负贫是小事 反问我你看没看到很多人留言赞你 真的为了几个评价不开心吗 人家说什么有影响到你吗 心里甜甜的她 庆幸有另一半及朋友的支持 最开心收到鼓励电邮 我真的收到300个电邮 当中有抑郁症病人留言认同 说理解徐小薇的痛苦及心情 要和徐小薇讲句多谢 问到跟准老公林生的相识经过 29岁的何怡婷透露是大学同学 对方大她一岁是物流公司老板 恋爱前一直保持联络 但我比较内向 一直觉得大家性格不太相同 到疫情时没有能够外出 交往多了啦 原来可以互补性格上的不足 现在她让我变得有动力 何怡婷对准老公赞不绝口 她很谦卑又大方 做事有承担极够理性 对每个人都好好 我做什么都会支持我 就算内心是介意 我和马国民拍吻戏 但也提醒我要珍惜好剧本 推我去演 最重要的是她情绪稳定 有个情绪稳定的另一半会令我成长 这些是钱买不到的 我没深究是不是架好门 最重要的是大家相处得舒服